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一期要來試玩的是這款 無敵主攻 三國盟將物語 登錄的方式有Google Facebook還有他們的遊戲帳號 你要註冊或是遊客 那我用遊客吧 那你用遊客的話他會給你一組帳號密碼 存在你的相簿裡面 那我剛剛是按暫停跳過的 這邊就有一個小BUG 圖片怎麼抓不到 那這邊是公告啦 前幾天我有看到他啦 這邊真是開服 4月10號 因為我剛剛找了大概四五款 這一兩禮拜的一些新遊 都不好玩 我不知道這款好不好玩 不好玩我就乾脆就不上傳了啦 我就稍微玩了一下這樣子 不好玩就直接殺掉 那這款再看看如果不好玩也是殺掉 那開到五幅喔 來吧 三國主題的遊戲真的超級多啦 你如果喜歡三國的話那遊戲真的是玩不玩 太多種類型的 有回合制啊有戰旗制的然後也有那種戰略型的 RTS啊 SLG啦都有 那這款看起來是回合制 回合制 那我最近有玩那個少年猛將傳嘛 少年猛將傳每個都是 少年啦帥哥 那這邊就比較 Q版的那種符合實質的那種人臉 至少比較嚴肅吧 這個董卓就長得像董卓啊呂布啊 這個是張角是不是 還是張寶 感覺就是那種 黃金之亂裡面那三個吧 那我們這邊一樣就是 慣例就是留官張 怎麼都沒有語音啊 糟糕玩習慣那個 少年猛將傳之後突然沒聽到語音怪怪的 放招要有語音啊 至少要有音效 那目前這款遊戲 沒聽到音效 只有那個背景音樂 這麼多特效怎麼沒 大招特效然後怎麼沒那個 音效出來 怪怪的 這樣就扣分啦 然後畫質的話目前覺得比較模糊 人物都很模糊 好吧 所以我慣用的ID 哈姆 好吧 好吧 來了 諸偉將軍上勢無礙吧 張角剛剛那位是張角 最近都習慣把那個山鬼給魔化有沒有 然後 有得後會殘渣那個上古神話 什麼私有啊什麼的 那我們就先出戰吧 這邊是那個被曹操追逐的那段故事吧 是不是 沒有變成魔軍沒有曹操 沒有變成魔軍沒有曹操 你就算沒有人物配音 你也要有音效啊 我 我 我 不知道他是省錢省錢省錢省成本省到這樣啊 還是我的問題 還是我玩遊戲模擬器的問題 手除送貂蝦 他是屬於那種 頭大身體小的那種 模組啊 感覺是 Live2D的那種戰鬥畫面 不是3D的然後 剛剛那個貂蝦也是頭大身體小 感覺怪怪的 好除戰 啊我是覺得有點乾啦 因為沒有音效 比如說揮武器啊 放招式啊那種特效音效什麼 沒有 有過安靜的 難道他們不知道做遊戲需要有一些基本的音效嗎 不是背景音樂 背景音樂可以忽略 這不是那個嗎 少年猛將傳 鳳梧九天 三國任我心 我被洗腦了啦糟糕 剛好兩款遊戲又好像都是回合制的 放個招式吧 這邊有怒氣子吧 我們可以放招式是不是 好贏了贏了贏了 好繼續 我就盡量玩吧 玩到那個 自由為止吧 看看還有沒有內陣玩法 還是說沒有內陣玩法 就只有單純的冒險 回合之戰鬥 好 橙色 貂蟲 下厚冤 放招 他說鳳梧什麼 九霄嗎 好 傷好快喔 沒有 沒有聲音 好 繼續 好繼續 確定 返回 穿戴我們的裝備 一件穿戴 然後通常是這樣啊 老套了啦 就是你穿完之後就可以進階 我知道 很老套但是 就是這樣 大家都互潮 不知道誰先開始了啦 反正一直很多遊戲都是用這一招啊 也沒有規定別人不能用嘛 大家都互相學習 也不知道學習 抄襲好了 炎良 很醜 呃 這個畫的比較接近 感覺會比較接近 史實人物的感覺 因為我只能拿他來跟我最近在玩的那個 少年猛將壯一樣來比較 少年猛將壯就是少年三國之二 陸服 陸版 果然有人不知道還是怎麼樣 所以說十之八九啦 這些遊戲都是 你看這個模組美好 那嘴巴怪怪的 十四八九都是那個大陸遊戲改變來的 改成手遊或是怎麼樣 這種遊戲大部分 是這樣 反正我就做個試玩介紹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到目前為止 唯一令我覺得不ok就是沒有音效 其他的話都 一般般啦 就是很普通的那種三國回合之戰鬥 大家都長這樣吧 諸葛果是誰啊 打呂布 呂布什麼時候跟那個張角 勾結在一起了 把他魔化都跑掉了 所以他是我們這邊大BOSS嗎 三星加弩 三星加弩就是他一直投靠新的人 就拜人家為義父吧 然後就改姓吧 大概是這樣啦 這個 貶義 貶義池 這這這這這時候更過分了 連音樂都不見了 不然這樣好了 我待會重開一下 看看重開會不會改善 看看是不是我的問題呀 因為有時候你安裝完遊戲之後 沒有重開可能會有一些小問題 你看我現在連音樂都不見了 這不就是已經很嚴重了嗎 進入整個靜音啦 OK 那我就來重開吧 突然又有音樂搞笑 好我重開一下吧 來吧 繼續 我重開囉 點降台就是抽抽啦 紫降 張星才 先把我們人物給 基本人物給抽起來 然後這是諸葛國 諸葛亮之女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連聽都沒聽過 他全部都用女性 他知道男性玩家吧 比較多 就先給你用女性武將 OK 少年將軍就是我們啊 一統三國 真的假的 你目標也太宏偉了吧 果然沒有音效 沒辦法 這邊我已經開自動了 這邊我已經開自動了 所以技能他會自己放 我剛剛還沒有認真放 他的回合制 是那一種可以隨意打的 就是你可以隨意 他隨意打 不是說只能打正前方敵人 或者是說有特殊的範圍 我最近一直沒有玩一些新游啦 因為 可能新游真的比較少耶 跟那個也有關聯吧 最近的 疫情啊 沒辦法 好自由啦 好自由啦 所以說我們大概第一張 第一張在那邊玩玩就差不多了 然後這個還有一種拉遠鏡的感覺還不錯啦 這個設計還可以 然後我們第一張剛剛 下猴娟嘛 就這樣子打 好然後也有芬蘭依賭 那邊有普通嘛 可能打完之後會有困難啦 或是什麼地獄啊 或是超難模組 然後這邊的話有三個基本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手遊的話就 比較一般就是基本的東西啦 比如說這個包子就是體力值 我們通關 冒險通關要扣體力 然後這個錢幣 銅幣的話就是 合成武器或是提升戰力應該都會需要 那元寶的話就是要花台幣來購買 這是台服啦 那我看到FB的測試時間 他也沒有講 那當然我們進來的時候有看到 他測試開服的時間剛剛公告有寫 也是最近的事啦 應該騙不過少年猛將賺吧 少年猛將賺真的比這個好玩多 主要是音效 完全沒音效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我大概花個三到四分鐘吧 我們快速看過 設置 都開啦 音效開啦 其實沒音效 騙我 剛剛沒聽到音效 是壞掉還是怎樣 好 體力嘛 手除 手除剛好說送貂蟬 除職 他這個是 1比200是不是啊 1比200 一塊台幣比200個元寶 哪有月卡 周卡 豪華 豪華月卡 超值月卡 7天而已還叫月卡 奇怪你騙我 應該叫周卡吧 他這邊寫超值月卡 應該寫超值周卡 比較合理 100塊 那 現在沒有看到聊天室 這邊 這邊都是系統在說話 比較多是不是 沒有人在聊天 那 獎勵 簽到 VIP 我們是VIP領嘛 可能VIP到15以上 果然 VIP15 然後之後還有超級V 無提V 全民福利 好可憐喔 才4個人買而已 好可憐喔 可憐可憐 那 活動的話 我覺得他有點生不逢死啊 在這個時間開 類似的遊戲然後 整個就被比下去了 他領東西都沒有音效了 不知道是誰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還是他們的問題 還是BUG 我覺得做遊戲應該不可能 連個音效都沒有 領東西的一些 音效啊 沒有 沒有 都沒有 所以我會懷疑是不是BUG 沒弄好 如果有人玩了 剛好你也玩了 這款遊戲 你可以給我留言 是不是你也是這樣子 你也是跟我一樣 遇到這個問題 那這邊都看過了嘛 心上獎勵剛才0啦 日常就是每日要做的事情啦 日常有點少了 成就 這個加傲是放大 隱藏按 展示 然後步陣 看起來可以放9隻 沒有 245 5隻 只有9個位置 可以放5隻 然後武將的話 目前就是這個 諸葛國 張欣柴和我自己 然後通常都是 因為他沒有分 陣營 他只有分 攻擊防禦控制 輔助 他沒有去細分說 吳國 蜀國 衛國 衛國 然後這邊有個群就是群雄 不是屬於這三個陣營 通常是這樣啦 每個三國幾乎都是這樣 背包 消息 公告 沒有東西 比較慢 是不是 比較慢 然後這邊有那個 很像孔明燈 很像天燈 好 那 其他的玩法應該就那樣了啦 加入軍團啊 然後就有軍團的東西 然後 排行榜 實際等他會開 可以看一些排行榜 回收 回收不會跟那個一樣吧 跟那個少年魔將賺一樣 把 武將的投資資源 還有那些裝備給回收 避免你重練 資源不見浪費 感覺這一款跟少年魔將賺的一些玩法很像啊 但是人家的好玩多啦 那個音效滿滿滿 語音 語音滿滿滿 特效滿滿滿 那我就覺得他有點可惜啦 希望那個音效能改善 或許是我的問題也不一定 你們再玩玩看 如果你有試玩的人 至少我現在是遇到這個狀況 好的那時間也差不多啦 這款 看一下喔 這款無敵主攻 三國盟將物語的試玩就先到這邊吧 大家再參考看看吧 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 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 拜拜 拜拜